大家好,新班旨終於和大家亮相 我們今天很開心請到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先生 來到這裏和大家分析 宋先生你好 其實新班旨都已經存了一段時間 一如所料,政務司司長由林鄭月娥擔任 林鄭月娥之前在這個僭建問題上的處理手法都頗強硬 大家都見到 宋立功你會否認為她在帶領整個公務員團隊裏 那麼強硬的作風會有少少影響呢 林太太也出名是夠硬朗的 實話實說 特別在近期的僭建問題上 當然不是CY的僭建 而是新屆原居民的僭建問題 她也很著緊 希望登記的功夫 九月三十號就到期了 希望到九月三十號的時候 有比較多的村民自願登記 但這件事是否真的做得到呢 很大程度就看回負責房屋規劃地政的官員 但既然林太太已經開了頭 騎虎難下希望原居民給新政府推動村民登記 那麼就對林太太來說 就在頭的一百天來說 那麼這個村屋的僭建登記 和一些是嚴重的違規的個案 是一定要執法去拆遷的話 那麼就很重要 就看到林太太 是否真的能夠管得到呢 其實三思裡面 其中一個新面孔就是她了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其實她任內會不會最大的挑戰 就是在說立法二十三條呢 袁師長來說 最大的挑戰 當然就是 我相信公眾都會很關注 是否二十三條會在任內立法呢 不過我相信二十三條來說 我看不到CY真的有條件 在接下來五年做到這件事 很簡單 頭兩年就一定要處理好民生的問題 房屋這些 做好了才可以有個問責制的中期檢討 希望泛民主派議員放一放手 一定要做出一些民生的成績 之後呢 如果做得好當然理論上可以做二十三條 但不要忘記 那二零一六年呢 立法會選舉是接下來的 變成了呢 由二零一五到二零一六呢 那個時間實在太近了 玩客手呢 到時一選立法會的時候呢 那些建制派議員就說呢 你不要選擇這麼敏感的問題 可能會累死我們 所以呢 也都未必可以得 明白 那今天呢 聽完宋立功寶貴的意見之後呢 相信大家對新班子整個的報告 都了解多了很多了 謝謝宋立功的 那7月1日之後呢 新班子的工作將會是怎樣呢 大家拭目以待啦